每个人在70到79岁之间都是长寿的关键期,如果这个阶段能够做好全面的保养,长寿其实也不难。 而以下的好方法可以让你平稳地度过危险年龄段,赶紧一起看看吧。 尤其是第十,做好这件事,健康活过100岁没问题。 一、70至79岁危险年龄段,以色列学者发现,在70至7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每月平均有两次健康问题。 令人惊讶的是,80至8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每月的健康状况却与60至69岁年龄段的人一样稳定。 70至79岁是一个危险期,这段时期各种器官衰退较快,使各种老年病的多发时段,常易出现高血脂、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 而进入80岁以后,这些疾病就会出现下降趋势,精神和机体的健康有可能恢复到60至69岁年龄段那样的水平。 因而,70至79岁这一年龄阶段被称为危险年龄段。 老年人想要或高寿,70至79岁这十年的保健是至关重要的。 2. 每天坐到十个一,平稳度过危险年龄段。 老年人在70至79岁时,不妨每天坐到这十个一,平稳度过危险年龄段。 1. 一壶水,水是最佳最连的保健饮品,这丝毫不夸张。 专家指出,防治心脏病,三个时段喝一杯水效果最佳。 第一杯,晨起空腹一杯水。 起床后,可空腹喝一杯水,因为睡眠时我们的隐形出汗和尿液分泌,损失了很多水分。 起床后即使不感觉口渴,但体内仍会因为水分缺乏而导致血液粘稠。 因此,起床后一定要尽快小口慢慢补充水分。 第二杯,睡前一杯水。 当人们睡熟时,呼吸,汗腺仍然在排出水分。 当体内水分减少过多时,血液粘稠度增高。 睡前一杯水,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容易发生在秋冬凌晨的向心脚痛、心肌梗死这类疾病。 第三杯,运动后一杯水,适量的运动是长寿的基石之一,尤其是老人,更应注意有效合理的运动。 但在运动后,应特别注意补充水分。 运动时,汗液带走电解质,且消耗较多能量。 若不注意,运动后极易发生滴血糖,严重甚至引起晕厥。 因此,运动后,建议老人们根据实际情况饮用淡盐水、淡糖水。 二、一碗粥,中国日报网刊登了一篇哈佛大学对十万人进行长达十四年的研究发现。 每天喝一碗约二十八克全穀物熬成的杂粮粥,可降低百分之五的死亡率和百分之九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每位志愿者在1984年参与研究时身体状况都良好无恙,但是在2010年的反馈调查中,超过2.6万名志愿者已经离世。 但经常食用诸如麦片粥、糙米、玉米和藜麦等粗粮的志愿者似乎避开了大部分的疾病,尤其是心脏疾病。 三、一杯奶。 牛奶被誉为白色血液,对人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它的营养几乎是全方面的,钙、脂肪、蛋白质等均较为丰富。 牛奶以及奶制品每日推荐摄入量是300克。 就拿普通的200毫升的袋装奶来说,每天喝一至两袋就足够了。 四、一个鸡蛋。 鸡蛋可以说是最适合人类食用的蛋类。 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率可高达98%。 很多人在选择鸡蛋的时候,喜欢选择价格较高的土鸡蛋。 其实,羊鸡蛋营养更均衡,更适合老年人吃。 但实际上,土鸡蛋和羊鸡蛋营养成分有显著差异的主要是胆固醇的含量。 土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是羊鸡蛋的2.3倍。 所以,吃普通羊鸡蛋似乎是更好的。 五、一个苹果。 现代研究认为,苹果具有降低胆固醇、减肥、防癌、防衰老、增强记忆,使皮肤润滑柔嫩等作用。 不同颜色苹果的保健功效各有侧重。 红苹果入心,降低血脂、软化血管的作用更强。 青苹果具有养肝解毒的功效,并能对抗抑郁症,因此较适合年轻人使用。 黄苹果对保护势力有很好的作用。 六、一个洋葱。 洋葱营养价值极高,有多种功效,包括辅助降糖、保护心脑血管。 而且还能杀菌抑菌,防治感冒,补钙剑骨。 一周至少吃个三四次,保健作用就有了。 七、一块鱼肉。 营养学家曾形象地告诫,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 四条腿的,主要是纸猪、牛、羊肉。 这些肉类吃太多不利于减肥和降低血脂。 两条腿的,主要是纸鸡、鸭、鹅等禽肉,是良好的肉类食品。 没有腿的主要是指鱼类和各种蔬菜。 鱼肉所含蛋白质容易被消化、吸收。 所含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多不饱和脂肪酸量大,对身体较为有利。 八、一公里不行,温和地健步行走,有神奇的抗衰老功效。 成年人只要坚持有规律地行走超过十二周,就会达到体态端正、腰围变细的效果。 而且身体结实,不易疲劳。 此外,不行锻炼还可以治疗头痛、腰痛、肩痛等,并可以促进睡眠。 专家们认为,每天散步三十分钟可以摆脱成人病的危险。 每天走一万步的人,患心脑血管病的几率会下降百分之六十。 九、一项爱好,有一项爱好,不管是养花、养鸟、挤油、钓鱼,还是书画、唱歌、下棋、旅游,都让老年人保持与社会大自然的广泛联系, 无形中使老年人开阔了眼界,更加热爱生活,珍惜人生。 十、一份好心情,老人保持良好的情绪,对于身体健康极为重要。 就老人常见的慢性病而言,就与老人心态息息相关。 许多关心病患者,就是由于不良情绪的刺激而出现心脚痛和心肌梗死,导致突然离世。 坏脾气导致高血压,严重可引发脑促重、心力衰竭、猝死等。 暴怒、焦虑、悲伤等情绪会使得血糖浓度升高,引起机体代谢功能紊乱。 由此可见,拥有一份好心情是多么重要。 以上十个一一定要坚持做,这样身体才会越来越健康。 除此之外,中医讲究顺时养生。 饮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老话常说适时而时,不时不时,顺应节气吃鲜,才更美味养人。 三,饮食的重要性。 一,千斤菜。 莴笋。 莴笋有千斤菜的美誉,春天吃它口感清脆,还有助于清热降火,尤其适合三高人群。 莴笋中的甲元素含量非常高,有利于促进排尿,减少对心房的压力,对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极为有益。 它的烟酸含量也很高,烟酸可以刺激胰岛素,从而帮助平稳血糖。 莴笋液维生素C的含量必经高三倍,建议大家吃莴笋时叶子也一起吃掉。 二,天然青霉素。 蒜苔,虽然蒜苔一年四季都有,但它大量上市的季节就是四、五月份,其他时间的蒜苔主要是靠冷藏保鲜的。 中医认为它性温,具有温中下气,不虚,调和脏腑的功效,而且有助于生发,非常适合春季食用。 它被称为天然青霉素,含有丰富的大蒜素,常吃有助于抵抗细菌,预防感冒,刺激性又比大蒜小很多。 总而言之,保持身体健康,延长寿命,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以上的生活小细节一定要多注意,长期坚持有利于抵抗力的提高,自然可以离长寿更近一步。